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它来讲 它的肌肤的质地比较粗糙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泥浆类的保湿面膜 因为这款面膜的最终的意义在于 让它能够持续自然面对 再重复刚才的化妆水的工序 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一款精华 这款精华呢 它是很好能够调理肌肤的质地 因为它皮肤比较偏干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采用这种 具有一天保湿和锁水作用的原液 在肌肤为它打底 最后呢 因为它的肌肤已经有一点衰老的走向 所以我们要用一款比较高机能的面霜 这个面霜呢 它有乳液和霜的质地混合 所以我们来叫做高机能的乳霜 在出门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对眼部 最后在眼部进行护理 采用一支男士的胺卷人的眼霜 它经常在外工作 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高强度的防晒单品 做一个隔离 那在我们这个改造之前 最重要就是进行肤色的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它经常日晒啊 包括这个不合理的护肤 所以它的肤色不均 整个气色呢 也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们先要用这款BB霜 BB霜本来就叫做伤痕保养 对于气色啊 对于肤质都有一个很好的调理 而今天我要选择到的这款BB霜 它有很神奇的作用 它对于我们干燥性的肌肤有很好的帮助 它能够揉出很多水珠来 这些水珠呢 全部都是精华 它能更加进一步的在调整肤色的同时 进行护肤 现在我们健康的肤色就好了 我们可以选择一款调整肤色更好的定妆粉 进行定妆 同样我们要用按压拍蓝的方式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就是蓝色比较重要的眉型的改善 我们可以选择一款比较适合它肤色的 肤色的 这样呢 这个健康的肤色 等待下一步的改善 就是发型方面的改善就可以了 今天要努力 是 目から奧子下の長さと目から頭上高さを一緒にすることで バランスよく似せるスタイルになっています 壁腰の手法は3回に分けていただいて 少量を多分これくらいですよね 少量を頭の後ろと前とトップにつけて 最後に前隔の残ったので少しつけて あと指でねじって終わりで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大面的颜色是白色 显得干净一点 然后整身呢 就是这个 hoodie 还有这个短裤 短裤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那种圈肌短裤的形状那种版型 然后鞋和衣服跟鞋子的边颜色是做搭配的都是级色 因为它本身长的我觉得还有一点那种活泼的感觉 就是给人能暖色比暖蓝的感觉就不用那么酷啊或者是怎样 不想看着女孩就比较喜欢接近牌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让她把这身衣服换一下 然后再加一点点配戏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一点点配戏就可以了 谢谢객呀 谢谢盐 给我们新吃的 如果馍adora 我我也 Strange